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近一年不见的熟人 卡琳诺有位朋友是一名专业的训犬师 在去年 他将狗狗送交给朋友接受训练 那一整个夏天 雷夫每个周末都会到公园 接受老师的训练 他也真心把老师当成了好朋友 训练结束后 雷夫就没有再跟老师见过面了 一转眼十个多月过去 卡琳诺和朋友决定给雷夫一个惊喜 看看他还能不能认出曾经最爱的老师 朋友早早就来到了公园 坐在椅子上假装是路人 卡琳诺则是一如往常的带着狗狗散步 而雷夫在远处就注意到对方 这个人好远俗 难道是 在他走近 用电眼认出对方后 开心到用整个灵魂在蹦蹦跳跳 表达他的喜悦 卡琳诺和朋友也很开心 决定以后经常碰面 多跟雷夫一起玩 满心的狗狗虽然不会说话 但重情重义的他们 一举一动都让人感到窩心呢 我是狗妹 我们下次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